- 挑戰新聞,挑戰您知識極限,大家好我是陳雄薇 這個小心匪碟就在你身邊 這是我們小時候走在馬路上隨時都可以看得到的標語 不過時代在改變,過去是擔心別人混進來刺探軍情 現在我們是要擔心越來越多的內鬼自己人在捅自己人的簍子 就像新聞共諜案一樣,這個先前是有陸軍出包,再來海軍也遭殃了 而且根據新聞的報導,案子現在還在向上查 而且又燒到了降級軍官的身上 如果真的碎油查證是這樣子的話,在台灣的軍事機密 都這樣一泄千里,再泄萬里,到底還要保什麼秘,防什麼碟呢? 先來介紹我們的來賓,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保密防碟的重要性 首先就是國安局的前駐法的主長李天朵 熊惠好,各位晚安 還有資深的媒體人胡孝成,大家好 歷史學者周劍 熊惠好,各位觀眾好 文史工作者楊連福 熊惠好,各位大家好 還有軍事評論員宋玉寧 熊惠好,觀眾朋友好 從海軍的艦隊長到國防部的聯絡處長 共諜案的案情,湧如滾雪球一般,是越滾越大 那這真的是國軍的這個動糧的崩塌呢? 還是自己人內鬥所形成的一個惡果呢? 先從這則新聞看起 一百年度將官晉任典禮 前國會聯絡處長吳京俊以最瘋的姿態謹慎少將 成為陸軍的明日執行 既然竟然傳出捲入海軍前海洋大戲局處長張芷欣的共諜案 據了解,吳京俊已經被罰卓升任馬防部參謀長 1月29號還親自到立委辦公室道別 沒想到1月30號就因為軍檢單位發現 吳京俊的越加親戚與中國情報單位往來而遭到約談 外界懷疑有心人士借改組直接放話 來謀取國防部長大衛 國軍將官接連涉入共諜案 國防部得加速調查止血給國人一個交代 好,俗話也有說啊 不怕狼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如果呢這個共諜案的這個軍情 最後被查證是真的的話 台灣的軍事機密都這樣被自己人給謝光光 那到底還要打什麼仗,組長 當羅賢哲的案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對所有的軍中 包括我們的社會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 我們道道地地從台灣培養起來 一路培養上來 當到將軍 而且當到將軍會這樣子 當然所有的這種間諜案發生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損害控管 你控下來以後 然後去清查 回頭去看他接觸過什麼資料 他什麼人往來 然後包括他的家屬這些關係 一直到他的金錢關係 那接下來發生了張子欣的這個案子 更不可思議 更不可思議怎麼說 因為他是海軍司令部 海洋大氣局的政戰主任 那他怎麼會去牽涉到這個 而且更離譜的是 他在軍中的時候就已經加入共產黨 還在軍中的時候就加入共產黨 這個是讓我們更想不到的事情 那張子欣的案子 經過第一步的損害控管 因為他同時有七個軍官 被牽扯出來 當然這七個軍官 後來有很多都是退伍的 他們怎麼去聯繫的 慢慢清查的時候 往上一扯再慘了 才又燒到了降機 又燒到了146艦隊的艦隊長 146是在台灣所有艦隊裡面 最重要的一次艦隊 他的駐地是在澎湖 可是146配備了熊山的導彈 成功級的快艇跟導彈快艇 都是重要的軍事 重要的 而且他們長久以來 有一套的戰術演練 這個戰術演練是 當中共對我們發動攻擊的時候 在海上146艦隊會出去 那他用什麼方法跟他往來 跟他對戰 那這些所有的戰術演變的方法 都是他們重要的收集領項 哇 結果這麼重要的方法 如果真的查證屬實 真的就卸出去 所以徐華中少將立刻被責付 那結果146艦隊這個案子 發生的時候 又有一個人被遭殃了 對 所以馬英九 這跟總統也有關係 因為徐華中被約談的 隔天總統被安排 到146艦隊去 去查 去巡視 去巡視 難道說徐華中這個事情 你的軍檢就那麼保密嗎 就保密到家 那是不是國防部長也不曉得呢 那你安排總統的行程的時候 為什麼這樣子 明明這個單位主官出事了 然後你還安排他去 這樣就很尷尬了 很尷尬 這裡面暴露了 不僅我們的保防的內部 內部的協調 跟軍人的忠貞 都出了問題 這是非常讓我們 很嚴重 這個在我們小時候念書 這個當兵 就是要保家衛骨 如果在真的打仗的時期的話 這樣子一個泄滅情況 都是會出人命的 但是像這樣子相關的一個案情 在新聞的報導 就有在講 會不會跟軍中自己的內鬥有關 所以才會一直往上燒 燒到了一些明日之星 或者是未來可能會當大官的人 有這樣的情況嗎 還有這樣子的共諜在台灣 是少數而已嗎 教程哥 這個已經真的不足為奇 不足為奇 真的不足為奇 我們對大陸的一個 所謂的間諜戰 這是一筆爛杖 為什麼講一筆爛杖 在過去的所謂的 國共對戰的那個期間的時候 我們的國防部的作戰次長 作戰次長很大對不對 中將劉斐 那個時候就是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情報員 這個算首席 首席就是最高級 在首席 然後另外再講到所謂的 所謂的絞共的一個大將 大將有沒有 他的一個秘書雄相輝 有沒有 當時也是共產黨員 這樣子 都是共產黨的身份 是的 你想想看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那個時候曾經 胡宗爺曾經率軍有沒有 就是殺進攻進的那個延安的時候 拿到一個空城 為什麼要是空城呢 因為前面的軍情就已經泄滅了 然後在前段時間 大陸逝世的一個所謂的 中國第一位女間諜 有沒有 沈安娜 當時是什麼呢 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數記員 所以就變成是敵我 真的是很難分就對了 是 那個當下根本就是 不用竊取什麼情報 也被像007這樣子 什麼女間諜有沒有 犧牲射像 他直接就是拿那些 對 人家講什麼 你們有什麼軍情資料的話 因為他數記嘛 當下就記下來 馬上就洩漏出去 所以在目前這種情況來看的話 就是在整個台灣 以目前過去歷史就已經這個樣子 現在的話 如果我們再不加強的話 會使得更難看 那會多難看呢 因為我們曾經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一個國安局的副局長曾經有講過 每一年來台灣的大陸人 大概54萬人次 那其中的話也沒有 有3000人是什麼呢 是所謂的共諜 在共諜的話 那是 這麼多啊 這麼多啊 你剛剛數字沒有講錯 多一個零嗎 來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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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留多少你知道嗎 這樣來來去去 然後就留下來之後 當時的一個國安部的副部長 我們的國安部副部長有沒有 也講過 就是說他預估在台灣的共諜有多少 有5000人 哇 5000人 5000人很多啊 對啊 所以他滲透的整個 那個整密的程度 從一般的民進到軍方都有 我在民國80年代的時候寫過一個 叫做很有名的案子 這共諜案 叫橫山專案 這個橫山專案現在已經改了 改名字了 改了 為什麼改 因為我寫完這就破空了 改了數字專案了 也就是說什麼多少多少號的數字專案 這樣子 那個時候的話 那涉案的一個台灣的軍官有多少 有80多個人 然後這80多個人 然後這80多個人 是以陸軍官校專科班 這樣子畢業的一個軍官為主幹 都是軍官 那最大的一個軍官 當時被監控非常嚴密的 是一個上校 哇 也是到校級的軍官 是 當時國安局就指揮調查局 一共動用了13個外戰有沒有 做嚴密監控 哇 那為什麼要嚴密監控呢 因為這些軍官們遍佈到哪裡 金門跟馬祖 都是前線 是前線 他們主要是在洞系我們的什麼資料 雷達的資料 在洞系我們的火炮陣地 還有就是我們的火網 這些資料 後來之後 我們的戰略都曝光 是 當時我寫出來之後 當然就掉下去就很緊張了 這樣子 又很緊張 然後呢有警告過我 因為這個案子所以被監聽 又被監聽 原來是這個樣子 好 但是呢 這個呢我們在當過兵的 其實也都知道 這個不管是從這個 連上的長官啊 或者是這個舉光原地啊 幾乎天天都在教 教大家保密防碟的一個重要性 但是呢就有網友會在吐槽 說你每天在教這些 其實實際呢 這個當兵服役的這些阿兵哥 真正能接觸到這些軍事機密的 是能有多少 所以每次看到這種重大的洩密案 其實都嘛是這些軍官 他們才有辦法直接去洩密 好 但是就像剛剛這樣講 如果所有的戰略都出去了 就像這一次海軍的一個洩密案的話 真的洩出去了 包括我們的潛艦作戰什麼 怎麼辦 通通都跑掉了 這樣子 對 這一次我們看海軍的 這個查到的所謂的艦碟案 那大家比較在意的一點就是 因為他是這個 大氣海洋局的軍戰主任 那大氣海洋局其實一般人來講 聽海軍的 我們常常知道大家都是艦隊啊什麼類的 但比較少聽到這個單位 但其實這個單位非常重要 這個大氣海洋局它主要就是 一個是針對天后的偵測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周邊水紋 水紋 對就是海洋周邊的海流的速度啊 然後海底的深度 海底的地形 這些都是由大氣海洋局來負責 所以它有一個水紋地圖 萬一這個東西洩漏出去的話 就會影響很大 對就比如說像是我們這個圖上面 這樣子看到的嘛 就是比如說它可以研究出 台灣的附近地區 不管是跟釣魚台 或者跟日本沖繩啊 還有中國大陸下面的一個水域 的一個情況 其實如果都曝光的話 不管我們的這個艦隊啊 或者什麼的部署 都會這樣子有影響 對這個東西我們看這邊就是說 台灣周邊的 我們講說這個周邊的海洋 這些地形 都是歸於大氣海洋局觀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台灣的有個台灣海峽 然後它的水的深度 然後像我們看 東部是太平洋 所以太平洋地區 我們看到說其實它滿深的 對 那這個地方整個區域 還有包括像大陸棚 這個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特性 那為什麼了解這個 一方面就是說水面作戰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針對反潛 反潛 對 反潛作戰非常重要 台灣海峽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 它的深度比較淺 所以你如果說潛艦在這邊活動的話 比較容易會被偵測到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 反潛作戰裡面 真潛來講 大致上有不外幾種方法 一個就是說用聲音 發聲納出去 發聲納 然後我聲音碰到了回來 我就知道那邊有個東西 對 或者要不然用這個磁液偵測儀 就是說那邊的磁場有改變 因為你潛艦是一個金屬的物質 你如果說有改變 那個地方可能有一個金屬的物質在那邊 那可能是潛艦 那再來就是說溫度 比如說這個海底下 因為潛艦它潛航在海底的時候 它可能會 比如說它的這個 跟海水摩擦的溫度 然後還有它本身會放出一些 冷卻水這些溫度 會讓它周邊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你會看 跟周邊的海水溫度不一樣 所以你 增潛的時候 會用這幾個方式去增潛 那當然反潛的部分 我們就要考慮這些東西 那但是在台灣海峽來講的話 其實台灣周邊 滿受到這個反潛重大影響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海象會有影響 比如說風浪太大的時候 像我們海軍在做反潛任務的時候 它可能比如說投這個聲納浮標 到海面上 那如果說你這個 海流速度太快的話 可能我丟下去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聲納浮標就被飄走了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做定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像反潛直升機這些 它會用所謂的沉浸式聲納 它會掉放到水面 那如果說海象太差的時候 它也沒辦法 比如說沒辦法飛行 或沒辦法放到水裡面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 增潛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看在台灣海峽周邊 事實上來講 大部分一般人還是說 在東部海域跟這個南面的海域 是比較適合潛艦一個作戰 那至於在海灣海峽周邊的話 這個周邊其實來講的話 就是並不是那麼容易 適合潛艦做一個作戰任務的 對好 所以就是相關的這種水文資料 如果通通都卸出去 我們的一個戰術佈局什麼 通通都被對方知道 說真的還打什麼仗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呢 也不是只有針對我們 其實我們一直呢 過去幾天也都有在討論 就是還是在釣魚台的這個問題上面 那最近呢 這個新的這個新聞呢 就是呢 日本這邊是很強烈的這個嚴正 跟這個中國大陸抗議 就說呢 他們的這些船呢 既然已經被對方用雷達給鎖定了 中國大陸直接用雷達來鎖定 就差一步就是按下去 這個飛彈就把你給打下來了 這個呢 日本認為是很嚴重的一個挑釁行為 那大家就會講到 只是雷達鎖定你 這個雷達戰有這麼嚴重嗎 組長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有人形容 日本跟中國在釣魚台上的關係 是怎麼形容呢 怎麼形容 叫做恐怖懸崖 恐怖懸崖 就是差一點點要掉下去了 對 旁邊就下去了 而且形容他們兩國是在懸崖邊 幹什麼 跳Tango 在那邊跳 看誰先摔下去就是 默契稍微一插下去 就下去 就回不來了 事情發生在1月19號 1月19號的時候 他們老共有一個054型的這個 這個飛彈 飛彈護衛艦 叫做溫州號 他到了釣魚台附近 釣魚台附近以後 日本的那個大坡號的護衛艦 馬上就過去了 過去了以後 他有那個反潛直升機 他要先看看他周圍 有沒有帶著潛水艇這些來 結果直升機一起飛以後 他立刻用雷達鎖定 就鎖定 雷達一鎖定的時候 直升機上馬上訊號會出來 你被鎖定 他就擔心要被攻擊了 對 如果說再存一點火震的話 就一按兩秒鐘 你就完了 所以馬上他們嚇了一跳 可是 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他們是想說 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 還想了很久 結果到了1月30號更離譜的是 早上10點鐘 日本的這個犀利護衛艦 然後中國大陸的東海艦隊 三艘出來 就穿過第一島鏈 就到達釣魚台附近 對啊 結果犀利護衛艦 一過去以後 他被他們的053H3型的導彈護衛艦 聯運港號 他用什麼你知道 用火控雷達 火控雷達 火控雷達是 把一鎖定以後 咔 然後告訴你 你再見 你再見 哇 這個 這個就是說 這個就回應日本 為什麼 日本那時候講說 你只要一靠近我 我用謝光彈來警告你 結果馬上 老公更強烈 哇 就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而且 這個到達什麼地步 你知道 現在兩國已經沒有說什麼 書面往南亞夾 安培 安培金山郎 一上台的時候 就說釣魚台 沒有交涉的餘地 可是回顧頭怎麼辦 他馬上派公民黨的這個主席去戴著他的信 結果 人家還是接受了 可是講起來是什麼 日本的兩手策略 他一手 為的是做國際宣傳 我已經有這樣子了 但是呢 所有熟悉中日關係的人都講說 這個兩邊的關係已經到這樣子 就是說毫不遺諱的說 熊悔 你就是我的敵人 那熊悔說 天羅你不要跑 有種上來 到這種地步 人家在整個的我們戰略家在評估的時候 很可能發生一場有限戰爭 這有限戰爭雖然是局限在釣魚台 可是稍微一不小心 就掉入了深淵 這一個小問題 一個雷達鎖定的問題 有可能會引爆這麼大的風波嗎 但是呢這個雷達其實對於打仗來說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不是只有比武器精良 你的雷達好的話也可以克敵制勝 或者是成功的封鎖住對手 我們現在就在電影裡面來看 也有這樣子相關的題材 也是為了這個搶雷達 搶到了一個好的雷達 你就可以打勝仗 先看這個電影的片段 好 電影裡面打得這麼激烈 就是為了要搶一台好的雷達 我們在這個平常其他的作品也都有看到 雷達一鎖定你 你的戰機就無所遁形了 所以在打仗的時候 常常都要想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躲避雷達的追蹤 這個就要問雲林了 對 我們剛剛電影看這個是指的 二次大戰期間 因為雷達在二次大戰期間 開始被 最先被德國人 後來英國人開始發展用 那一直到現在我們發現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偵測的一個系統 那當然有這個偵測系統 我們就要考慮說怎麼去反制它 對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因為我丟這個錫薄片 這種金屬片下去 那撒了一大片出去之後 就整個螢幕就花掉了 螢幕就花掉了 對 那這個在二次大戰期間 其實英國人也想過 就是我從空炸機上面丟這個東西 那現在來講 當然有所謂的這種熱煙彈 干擾片這些丟做一個反制 那這是所謂的軟殺 就是我干擾你的雷達系統 讓你沒辦法偵測 或者是說你看到很多的目標 所以你根本找不出來 哪一個是真的目標 那第二個有所謂的硬殺 那硬殺來講就是 就是我針對這樣的一個雷達系統 我去進行攻擊 那這個是主要 對 這個主要是因為說 在針對防空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裡有一張照片 這個是1971年的時候 美國一架RF-4C偵察機 在越南拍的一個照片 這裡有一個 這個就是SA-2 當時的地面對空飛彈 防空飛彈發射上來了 發射出來 對 所以你看到它拍到 因為它就是要攻擊它 那所以 這個所謂的硬殺 主要就是針對這樣的防空系統 那美國有發展的叫做SEAD 就是空中制壓這樣一個系統 那它主要就是說 我偵測到你的雷達系統之後呢 那我的戰機有掛這種所謂的 反輻射飛彈 那所謂反輻射飛彈 那所謂反輻射飛彈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雷達波 雷達來講它要偵測你 它會發射一個雷達波出來 那我這個飛彈的尋標器呢 我就是追著你的這個雷達波跑 雷達波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說關掉雷達 表示你偵測不到我 我的飛機過來 那你如果要偵測的話 你就把雷達給打開 對 就像一個燈打開這樣 打開之後呢 打開我就知道你 對 我的飛彈就會追著你跑 那最後呢 就把你的雷達給打掉了 那你怎麼辦 你到底是開還是關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困擾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看說 一般來講 針對雷達的反制 是只有一個作為 那是這樣子就是說 軟殺跟硬殺 那後來現代來了 隨著美軍發展F-117 這個逆中戰機出來之後呢 那就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說 我用逆中的方式 對 讓你的這個雷達能夠偵測不到 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 伊朗空軍 他們也發展一個這個飛機 看起來跟這個逆中戰機很像 那這個它叫F-313這個戰機 那這個戰機滿特別 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說這個是F-313 那怎麼樣的特別發 第一個我們看這個 這個戰機 你看起來是不是覺得有點像 逆中戰機的感覺 對啊 就感覺它的線條或什麼 對 就像F-22或F-35 因為甚至我們也講說 也像這個殲-20這樣 有點類似 但是滿好玩 就是說伊朗這個國家 它原先在巴勒韋國王時期 是跟美國友好的國家 所以美國人把很多的先進武器 都賣給它 包括像我們看這個 捍衛戰士裡面F-14 所以熊胞式戰機都有賣給它 全世界 唯一一個外國有用就是他們國家 可是後來因為這個 科美移政權起來之後 那整個跟美國交一直到現在 對 所以它所有的美製武器 幾乎都 美國人不再賣零件給你了 所以你武器不能用 不能用那 伊朗就想說那我要自己想辦法 想辦法讓這些飛機 所以像包括F-14 他們想要用類似大陸講的叫做 逆向工程 我就反過來去想辦法 把這些零件設計出來 就是像山寨版的意思 對對對 就想辦法我用山寨的零件 讓它能夠維持飛行 但是就整個造型 我覺得倒是還蠻有創意的 還蠻有創意的 我的建議是說 這個伊朗可以考慮一下 把這一架 因為這個它有智慧財產權 這架戰機 賣給美國好萊塢 還就可以拍新的風戰電影 就可以順便知道 這個飛機到底能不能飛 好了挑戰新聞到這邊 非常過癮 先請大家稍後編個 廣告之後要去探討 人跟動物之間 能不能夠有發生什麼 特殊的情誼呢 很玄喔 馬上回來 好 知道嗎 人類呢 跟其他的動物啊 相處久了 慢慢的也能夠培養出一些 獨特的情誼啊 就像狗狗啊 會認主人一樣 非常的忠心 這就是一個例子 不然呢 就像電影裡面遊言 哇 這個高大的金剛 愛上女主角一樣 相處久了 它也能夠發展 一個特殊的一個情誼 一起先來看看金剛的片段 金剛真的死得好慘啊 但是呢 雖然大家會說這次拍電影 真的世界不會這樣子 錯 其實在真實的世界中呢 人跟其他的動物呢 也是真的能夠培養感情喔 這個地方呢就是在泰國的虎廟 很有名啊 這些老虎竟然可以跟人啊 一起相處 老虎耶 這麼樣兇猛的老虎 不是少年拍的那一隻喔 楊老師 雄慧 在泰國有個叫虎廟 因為像我帶來的這一個啊 就是泰國很著名的一個 泰國老虎的公園 這當三年前 老虎的公園 我帶小孩子去 他們都會做這樣紀念品 那在泰國 他還有一個虎廟 這個叫做 帕郎他不是 是在這一個櫃河 我們看電影有櫃河大橋 大概距離櫃河大橋 有40公里的一座廟裡面 這座廟 他因為在1999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隻小老虎 被這個村民捕殺 遍體鱗傷 本來是要把他當 抓去當這個標本的 可是啊 大家覺得這樣很可憐 就把他送去這個寺廟裡面 後來和尚就把他養了 就這樣陸陸續續 陸續續續 收了相近30隻的老虎 這個廟 大家知道有老虎失蹤了 或者這個 被虐待或怎樣 就送到這裡去 就變成一個虎廟 那這些真人就開始 餵老虎 牠不是吃肉 不吃肉 是吃貓的糧食 比較素的 這樣可以算吃素啊 對 所以還讓牠們念經 幫牠們洗澡 這老虎吃得慣 還當著好像狗 在這個遛狗 還就可以遛老虎 對 甚至到最後 因為這個廟越來越有名 連時代週刊 連動物星球頻道都報導牠了 所以牠就開始大做牠的生意了 做這個所謂的門票要200塊 做虎廟牌的礦泉水 這樣還可以賺錢 還有做這樣子的一個 紀念品 因為照片的框子 或者T-shirt 你要靠近這個老虎還可以 你越靠近 你就要繳越多的錢 就變成靠著這個老虎 再賺了很多的錢 甚至來注重老虎的生態保育 這變成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生態保育的一個例子 鯊魚跟老虎這麼兇猛 都可以當朋友 但是呢 通常這還是特例 真的路上碰到老虎 還是先叫救命 趕快跑比較重要 但是呢 人跟這個動物 我們剛剛講的這比較兇猛的動物 其實你知道嗎 人跟自己的寵物 這個感情太好 好到財產都可以繼承下去的話 這也是呢 在世界上蠻少見的一個例子 所以有些貓 狗的 哇 比這個 和我們大老闆大老闆 都還要很有錢 是不是啊 對啊 我看完他們的資料之後 害我都好想當那些貓跟狗 真的啊 你都想當 我都好想當那些貓跟狗 怎麼說呢 那個我們再講這個 所謂的鋼射四四 這隻德國的一個牧羊群 它不只是全世界最有錢的狗狗 也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寵物 真的 各位就在想說 這個有什麼了不起 這個真的很了不起 怎麼說 因為它繼承的財富有高達43億台幣 43億台幣 它43億台幣 不是從它的主人繼承來 從它老爸過來 繼承過來的 因為它老爸叫鋼射三世 鋼射三世在1992年的時候 當時從它的主人 是一個德國的女伯爵那邊 然後繼承過來 那個時候它的資產呢 大概只有台幣的話 大概差不多5億多 那5億多之後 總會變成43億 它有管理人嘛 管理人很會賺 就賺到後來之後 賺得到現在為止有43億 這個是可以上世界富豪榜 絕對都可以 原來是一隻狗 沒有錯 你不要看它這帶來一個墨鏡 真的是好狗命啊 真的很酷 為什麼很酷呢 因為它西元2000年的時候 它買了一棟豪宅 這跟誰買的 馬當勒買的豪宅 它現在就住在馬當勒 在佛州的這樣一個豪宅裡面 餐餐吃什麼呢 吃三樣東西 一個叫什麼魚子醬 哇 第二個叫松露 這對它健康好嗎 第三是牛排 你想不想當它 這個聽起來蠻羨慕的 不錯嘛對不對 我想它的財產 對這個是最有錢的寵物 那第二個有錢的是什麼 是卡魯 卡魯的話它是怎麼樣 它是看到這個主人 它已經過世了 它是澳洲的一個 游泳名將的一個前妻 那它有它的一個背景 背景它也是一個女伯爵 它是繼承伯爵下來之後 後來之後離婚之後呢 它當時怎麼發現到卡魯呢 卡魯那個時候是在甘果的一個 阿根廷的總領事館上面 然後被綁在樹上面 被綁在樹上面 本來是拿來賣的這樣子 然後它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看到卡魯 然後就想說好可憐 把它救下來 這一救不得了 一救就救了19億 哇 它就發了 它就發了 卡魯就發了 我相信它應該不是 不只天天吃香蕉 因為香蕉上面還有 還有抹的魚子醬 還是什麼東西 也可以吃魚子醬 第三個是最近的新聞 這個是Somato有沒有 這一隻黑色的貓咪有沒有 原本它是在羅馬的街頭流浪 然後身上還有皮膚跟跳蚤 很可憐對不對 真的 結果它碰到一個老太婆 哇這貓咪好可憐有沒有 一抱就抱回去了 抱回去之後呢 結果它的主人有沒有 高齡94歲過世 本來照你來講 Tomaso過完世之後 在我們很多的那個主人有沒有 過世之後 如果沒有自己照顧的話 通常貓咪有沒有 都會被送到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動物之家 然後去安樂死活幹嘛這樣子 對不對 可是它實在是好貓咪 真的是好貓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的主人有沒有 留給它的財產有多少 將近5億台幣 真的是 雖然跟鋼色四四是不能比 但是你聽到一隻貓有這個財產是異 這就已經很離譜了 不只這個樣子 它有特別護士照顧 還有專人照顧 對 因為它現在目前就是 這個主人把所有的產產就交給了一個 所謂動物的一個組織 那動物保護組織 那動物保護組織 那動物保護組織想說這隻貓咪這麼焦貴有沒有 那總會有人照顧啊 那它的主人之前生前的時候 就有一個女護士在照顧它 所以就順領成章的有沒有 這個女護士就專門來照顧這隻手馬托 這麼好 但是有個問題在這裡 如果它掛了冰天之後有沒有 所有的財產還是回到這個 這個動物組織身上去 但是它也至少是想之不盡用之不完 是啊 沒有錯 好貓咪 真的是不同 不只不同人不同命 不同動物也不同命 挑戰新聞進行到這邊 盛竹屋的時間到了 一起來看看它要告訴大家 歷史上的今天發生什麼大事情 歷史上的今天 1952年的2月5日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 她是目前在位時間第二場的國家元首 韓英國在內 以伊麗莎白二世為國家元首的國家 共計有16個 子民多達一億兩千五百萬人 伊麗莎白女王是英國歷史上 初訪次數最多的國軍 自從她登基之後 初訪次數高達325次 不過伊麗莎白女王並沒有她自己的護照 因為在英國所有的護照 都是以英國女王的名義頒發的 身為大英國協的精神領袖 以伊麗莎白二世自從登基那天開始 每天平均花三個小時在國式上 她的穿著十分保守 單色套裝各式帽子成為她的標準形象 就連髮型都很少改變 和女王會面 禮儀相當繁瑣 任何輕微的碰觸都不被允許 用餐時 一旦女王用餐完畢 其他賓客也必須停止用餐 所以女王常常保持一些食物在疊中 不過女王相當喜歡賽馬 甚至會到馬場下注 2012年伊麗莎白女王 舉行登基60周年紀念 高齡85的女王發表聲明 明確表示沒有讓位念頭 要把餘生都奉獻給國民 挑戰新聞 好日不落國的女王來啦 你知道嗎 一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呢 因為登基在位超過了60年 那這個小孩子查理王子都好像承認 好像他這一輩子都等不到要繼承王位的一天 但是你知道這麼長一夾子 超過一夾子的時間 他這個有什麼樣的魔術數字 magic number在裡面嗎 我們在這邊告訴大家 2868 哇這個呢 是這一個在國會上一月開議時 這個女王頭上所戴的這個皇冠的珠寶數量 還有4.9磅 這個是當初女王在1953年加冕時 所戴的這個皇冠的一個重量 那3210萬英鎊 是女王跟他的老公菲利普親王的年縫錄 等於差不多將近15億台幣 還有從他登基以來 英國跟美國 英國是首相 美國是總統 各換了12個人 在英國是從丘吉爾到現在的卡麥羅 在美國是從當年的杜魯門總統 到現在的歐巴馬總統 都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真的是會不會在位太久了 周老師 英國這個BBC 國家廣播公司做過民意調查 他們認為100位最偉大的人物 排名第一名永遠是丘吉爾 因為二戰的關係 第二就是現任這個女王 其實她以前非常漂亮 後面是英國歷代的偉人 那很有意思 我們看她這個符號 一二她一個皇冠 在油桶在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拉丁文的拼法 Rigena 這個就是Queen的意思 伊麗莎白女王 國王是Rex 原來Rex 然後這個國家很特殊是 我們今天說她是她的軍隊 到底向誰效忠 不是向英國 是向她個人 所以她加一個Royal Army 像女王效忠 這位女王很有意思 她是唯一不用護照的 因為英國的護照是以女王名義發的 就是她自己發 不是政府發的 所以她算是應該叫人球吧 所以她沒有自己的護照 可是她是英國在位的統治者當中 出國次數排名第一 300多次了 以60年來算的話 大概每兩個月要跑一趟 她的體力相當驚人 我們以前看她那些紀錄片 尤其在太平洋跟非洲 因為非洲以前 英國拿了三分之一的國土 那個黑人是瘋掉了 瘋掉 幾乎不可能看到她 然後她個人的作風非常平民化 包括她的家庭的生活 也讓新聞媒體去拍她的這個 早上起來捧頭垢面 穿著睡衣的樣子 然後喜歡跟人家講一些 我們說平民的語言 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 好像很遙遠的感覺 她在位的年限來講 目前她還在 87歲 第二九代 是伊麗莎白女王 其實在過去 因為這個女王 統治大英帝國 實在時間是有夠久 那在下面 查理王子當初 娶了戴安娜王妃 其實在那個時候 也很受到人民的愛戴 所以戴妃跟女王之間的這種 婆媳之間 到底好不好的事情 電影也有興趣 也有拍出來 一起來看看片段 好這個女王的電影呢 相當相關的題材 真的是還蠻多的啊 包括呢 這個剛剛呢 影片上所看到 當然大家可能會有興趣 這些女王還有什麼樣的意識 包括跟戴安娜王妃之間 因為每次呢 她只要講到這些事情 都會想到女王的看法是什麼 這一點有沒有其他的意識 可以問周老師 有有 我們看她那個十幾位首相 關係最好是丘杰爾 關係最不好是柴切爾夫人 因為都是女的關係嗎 不是 因為柴切爾人比較強勢 另外這個跟戴安娜王妃的故事 但是我們知道後來大家都很清楚 也不好 戴安娜王妃的死呢 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有一個說法就是她知道 太多皇室的秘密 可能是滅口的 所以有人認為說 女王可能是幕後的指示者 但這個死無對證 因為她走了之後呢 在因為英國人 這個大人物很少上電視的 她有電視上 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出現 後來在白金漢宮前面那個花海 跟她先生菲利普親王 有在那邊致哀 有表示一點意見了 對 有的說法就是說 可能戴安娜王妃知道太多 宮廷的秘密被滅口 因為我們知道 世界上28個皇室當中 以財富來說的話 她排名世界第一的 但是她的聲望一直都非常高 大概民調都八九成支持她 我們注意看一下 因為喜歡戴那個帽子 她最喜歡看賽馬 英國人賽馬是賭博 但是都是盛裝參加 穿灰色西裝 跟戴安娜王妃一樣 她的服裝成為一個風扇 我記得在2002年 她在位50周年的時候 在白天上宮前面的廣場 曾經舉辦過很有名的兩次音樂會 一個古典音樂 一個交響樂的 當時的古典音樂那一場 大概長達三個小時 據統計 電視史上大概空前了 全世界有超過12億人在看 看實況轉播 後來是放煙火 唱這個Land of Hope and Glory 我們這個 在他們英國從這個 飛鳳林的交響曲裡面 選了一段 是二戰的愛國歌曲 非常感動 然後國歌重複在唱 然後她這個揮手的時候 很有意思 她們的揮手不能這樣揮的 女王是這個不動 是這樣子揮的 只能手腕以上這樣 跟日本天皇皇后一樣 這樣子揮的 原來連揮個手都有規矩 這個女王在位了超過60年 聲望還是這麼高 不過剛剛 這個周老師有提到 這個世界上到目前為止 現在還在的時候 這個在位最久的軍王 是泰國的這個軍王 蒲美蓬 所以這個泰王的意志 換成來問問看楊老師 這個蒲美蓬 叫做拉瑪九世 就是我們看我愛國王 我愛國王那個 由柏林娜演的那一部電影 就是他們的這個先主 就是他們 那他的中文名字姓鄭 鄭顧 他是1927年生 那他在哪裡生 在美國這個哈佛大學 因為他爸爸送卡 是在這個當時的哈佛大學 讀醫學院 後來他的這個所謂的 應該是伯父吧 伯父拉瑪八世死掉了 那就叫這一個所謂的 拉瑪九世 拉瑪九世 蒲美蓬 回到這個泰國來接位 就接位 所以他在1946年登基 當時他才19歲 19歲就當國王 不過他這還沒有真正的掌權 後來他據說還到1948年的時候 在瑞士 還發生一次交通意外 讓他的眼睛失明了 那到了1950年才加冕 那他的太太 叫做施利吉 這個也很有趣 是在這個泰國駐法國大使的女兒 所以他1952年就在泰國 法國 邂逅了這個施利吉 當時他18歲 兩個就結婚 結婚了開始就 統治整個這個泰國 不過泰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 那幾年是不太好的 都是軍人掌稅 葛頌這個元帥 所以長長這個 短短四五年就六次政變 不過我們看這個浦美蓬 他其實是滿天才的 他是奧地利音樂學院的音樂博士 哇就當個國王其實還多才多藝 我們政治跟整個國家裡面 他是超乎我們想像的這個偉大 只要有什麼重大的這個所謂的 不管是政變 不管是暴動 不管是民運 只要泰國 泰王出來協調一下 沒有人敢反對 都可以搞定 一定可以給泰王面子 那而且他們規定 因為泰國皇室的這個服飾 這個顏色是黃色的 在整個泰國民間 禮拜一所有的民間這些公司 每個人都穿黃色的衣服 所以你到禮拜一去泰國的公司 這邊看整個一片黃海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所謂的 所謂的泰國國王跟總理派 所以他姓這個 所謂的黃山軍跟紅山軍 就是因為泰國皇室 是用黃色為代表 那再來就 他們每次看電影的時候 要播五分鐘的 泰國國王的這個電影 每個人都要站起來 不能講話 有講話的就會被譴責 就要被罵 甚至泰國的國王 不能隨便罵髒話 或者任何批評他的 只要有批評或侮辱他的 判刑25年 所以在泰國 你不能隨便批評泰國國王 泰國國王也非常愛護他的子民 他曾經為了要讓這些平民 或者這些小孩子 有得到蓋的補充 所以都發明了一個牛奶片 就讓這些平民或者這些小孩子 免費來吃到這些牛奶的這個 餅乾或牛奶片 這樣子來照顧他的小孩子 所以說他是世界上 目前就任最久的一個元首 也是整個泰國 所謂精神最重要的一個象徵 只要泰國有什麼大小事情 他出面絕對能夠解決 都可以擺平 這跟我們在台灣 或其他民主國家 常常四年換一次總統 天天罵總統罵大官 這個是不一樣 如果在那邊 你要是稍微對他們的這種皇室不尊敬 泰國恩會跟你拼命 不過講完了這一個 國王王室 其實我們在跟著 在最近的一個新聞 就有挖出來了 這個埃及艷后的項鍊 掛在根據考古學家的一個研究 掛在一個女祭司的身上 這樣就很有意思 這樣找到的 這麼樣是無價之寶嗎 周老師 在外蒙古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這邊交界處 說有找到了古代的 Colera Petra七世 埃及的最後一位 三世一王朝以後的 馬其頓的埃及女王 我們說她艷后是不對的 她自己是王 而且她長得不好看 不好看 那是電影翻錯了 麗莎白那個電影 那時候中文亂翻 這個我很懷疑 她是不是埃及女王身上的事物 因為距離太遙遠了 有差距 怎麼跑到這個地方去 亞洲的腹地 我是懷疑 也許是那個時代 叫大希臘時代 一個風格而已 藝術的風格 那是不是她本人佩戴的 我想很難確定 因為她這個資料上講 是據說的 需要查證 好 這個是一個花邊的意思 探討完了這麼多一個相關的話題 要先請大家稍微喘口氣 不過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我們要帶大家去來看一下 真實的限制級保母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馬上回來 好 有看過這個美國好萊塢的肌肉男 馮迪索呢 他所演的這個電影限制級保母嗎 不是那個日本下載 看到那個片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是認真的電影 講的是一種特戰部隊的一個隊員 被派出去任務 要保護一個對象 結果連帶子要保護他一家大小 包括小朋友 所以呢 他是一個特戰隊員 不過他還要兼做保母的工作 那真實的一個情況 會有出現這樣子的例子 我們先看限制級保母的片段 好 電影是一個喜劇啊 不過呢 在真實的生活中 美國呢真的呢 這個退役的這個海豹的隊員呢 開始想出了這樣子做生意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說啊 這個海豹特戰部隊的隊員啊 這個不當兵了之後 哇 真的還蠻忙 要找辦法找工作做啊 所以呢 去當傭兵啊 當顧問啊 當保全 現在連保母都要當啊 對 因為熊維記得吧 前兩天台灣就有一個保母有沒有 出事情 出事 短短不到幾個小時死了兩個小孩 這個到底什麼原因呢 那受僱於保母的人當時不在場 是他弟弟在照顧 所以你今天請一個保母 這個保母到底有沒有問題 他的身家 他的心理背景都是大的問題 所以在美國是很需要保母這個工作 而且在去年的時候 觀光紐約市 一年不到發生了六件 保母把你雇 雇 雇你的那個人的小孩 給殺掉 因為殺掉或者是失守 或者是掉了這些狀況 哇 在這種狀況下 43歲的海豹 海豹 退役的上位 吉利安 哇 一個女生的 這樣 決定啊 對 挺身而出 他挺身而出 創立了一個叫做策略保母公司 就是讓這些特戰部隊當保母 對 他有什麼優點呢 你知道嗎 他們週薪到達多少錢呢 週薪是1500美金 就是4萬4的台幣 哇 其實這還是 一個保母的公眾來看很貴 一個禮拜 對不對 然後時薪是900多 將近1000台幣 但是他打出我有三個特點保證 什麼保證 一個保證 我所有的都是海豹的隊員 他經過了完整的身家調查 他有他服役時所有的紀錄 他有受訓紀錄 他有出戰的所有的紀錄 清清楚楚 所以這個人 你根本不要考慮 他的背景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保證是什麼 身經百戰 有任何狀況發生 他都可以處理 迅速處理 而且是面對 他不會去打電話 向警察求救 來不及 自己就可以處理就是了 來不及了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特點是什麼 他會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來保護他的保護對象 真的是很專業 這一點 這幾個特點一打出來以後 公司生意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我們引用一家 美國的紐約 上西城有一個會計師 他用了保姆 他怎麼說呢 他說 你非常清楚 在你家裡面的是什麼人 而且我們的政府 花了這麼多錢訓練這個人 我當然賺到了 原來如此 所以真的是 現在連保姆的工作 都要由特戰部隊來做 還蠻有趣 另外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常常走在路上 看到排隊排很多 你就會跟著想要去排一下 相關的這樣子 其實在心理學的研究上面 是有效的 而且英國的政府 還針對著這種人類的行為 來推行了一種類似一種 推一把的運動 結果一推 真的很有收穫 因為一年算一算 可以幫英國的國庫增加 3000萬英鎊的收入 這麼有效 這樣推一下都可以 所以最近英國首相卡曼隆 最近非常得意 為什麼得意 因為他在他的執政團隊裡面 籌設了一個 12人組成的小組 這個小組名稱叫什麼 叫推一把小組 這種小組 在台灣應該被罵死了吧 我們在台灣的話 如果是推一把統治小組 這樣也可以 加兩個字這樣子 這個小組主要在做什麼事情 他利用人類是這種 所謂社群的 這樣的一個動物 這樣的習性 他把它卡入 在政策裡面卡入到 一種潛意識 或者集體意識 這樣子的導引 這樣子的一個措施 讓大家幹什麼 準時交稅 戒焉 戒焉能源 省稅 對 所以他得意的地方在哪邊 就是他針對那些 持交稅 晚交稅的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的民眾有沒有 他們政府就發信 發給你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 絕大多數人都已經繳稅 到現在還不繳嗎 快繳吧 所以大家就會 有一種心理說 原來我是那個 就是那個少數 對那個少數 那大家不喜歡當那個 突出少數嘛 所以這些人的話 你們就開始去繳稅 所以他的整個那個繳稅的 那個提升了多少 1.3% 就真的有提升 提升出來 提升出來之後 增加多少的稅收進來呢 13億多台幣 對啊 就剛剛講的3000萬 那這套理論 它並不也是只有 不是英國人這個卡曼隆 他所所創的 因為他是由 根據2008年 有兩個美國的經濟學者 他所共同研議出來的一個理論 叫做推力 這樣一個理論 從這邊發展出來的 目前很多的先進國家 都有用這樣子的一個理論 然後呢 開始在推動他們的國家政策 試著改善一些措施 像例如什麼 像例如在荷蘭的 阿姆斯特湯那邊有個機場 他為了要讓很多的 我們男生小便的時候 小便斗 女生最討厭就是幹嘛 撒得到處都是 瞄不準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小便斗上面 就放了一根小昆蟲 有些男人真的蠻有那個 蠻賤的 背哥哥 你知道為什麼 看那個昆蟲 就看到那個昆蟲的時候 就需要把尿 把它掃射下來 因為這個樣子之後 這也是一個情侶的導引 因為這樣子之後呢 就減少了這個機場裡面 那個小便斗 那個男生尿的到處都是 這種情況 所以我建議我們的馬政府有沒有 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 這個所謂的 推一把小組 不然要說實話了 因為台灣人 我真的很懷疑有沒有 台灣到底有沒有這個效能 哇好啦 沒關係這個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來賓的參與 我們挑戰新聞討論 這個明天通訊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讓您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明天再會 拜拜